成都中學生墮樓真相 當局迴避重要問題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中共官媒新華社5月13日凌晨發出報導 公布林維琪5月9日墮樓前的一段視頻 負責案件的警察對視頻畫面解釋說 林維琪曾經到水泵房 疑似角物 最後走向實驗樓5樓 林維琪在視頻中最後的一個畫面 是在18點39分 她出現在5樓的廉郎 警察說 然後視頻進入到一個蠻角區域 10分鐘之後 18點49分 另外一個鏡頭拍攝到林同學的墮樓身影 警察聲稱 林維琪從離開班級教室到墮樓 整個過程監控影片連續完整 林的父親等三人也在10號查看了全部的監控錄像 但是在林維琪墮樓當日 她的母親曾經在微博上發問 披露校方在事發2小時後才通知家長 第一時間要求看監控視頻被她 而且校方將林的遺體直接送到殯儀館 並阻止家人見面 林媽媽10號又發微博說 終於到學校看了監控視頻 唯獨事發那段沒有監控視頻 這種事情我見過很多次 但是沒想到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林媽媽還表示 她曾經相信政府 相信黨 沒想到兒子離期死亡後 卻只能夠像一個啞巴 結果她的微博帳號立即被關閉 徹底消音 由於校方和官方對這宗墮樓事件 給出的解釋疑點重重 11日晚間 大批學生民眾 聚集在校門口 舉著白花 勞敲耀真相 當地警方則出動大批警力 暴力驅離學生 還衝入人群捉人 這宗案件在微博曝光後 點閱量迅速飆升至近8億次 在中國網絡上掀起一場 索要真相的輿論風暴 中共官媒13日凌晨發出報道 聲稱對這宗事件還原真相 卻引發網民更多質疑 如果事實真是這麼單純 那為什麼一開始遮遮掩掩 為什麼哭喊的家屬不再說話 為什麼關鍵的陸像 總是有理由消失 或者是不存在呢 另外 為什麼百姓獨立媒體 無從提出質疑與批評呢 大陸資深媒體人 呈益中對自由亞洲表示 當局在這次事件中 迴避了一個顯而異見的問題 為什麼每次遇到類似的突發事件 或者是天災人禍 當局首先都會上方設法 封口和壓制輿論報導 接著都會採取偷偷摸摸 欲蓋離張的愚蠢處理方式 他認為答案很簡單 因為中國的事實 是由只許讚美不准批評 只追求超穩定結構的單極統治思維所決定的 他直言 《人民日報》新話寫 歷史上做過的搖 殺過的李天大方 製造的天災人禍更少嗎? 現在中國所有的媒體都變成中共的喉舌 怎麼相信呢? 沒道理相信啊 11日晚 一位自稱是新聞系 在讀學生的網友 Hamlet Tummin 在微博上分享在成都49宗採訪拍照 被警察暴力對待 要求刪除照片的經過 他寫道 我現在坐在地上編輯這些內容 剛才我邊走邊哭 我想去講述一些的東西 但沒能力 我不希望這件事被沙布蓋上 不希望這件事被人遺忘 目前 這個帳號已經被刪除 但是他上傳的 現場抗議學生拿著百花求真相的照片 已經被網友折評傳開 程憶中對此感嘆說 我在任中國媒體總編輯的時候 當局的管控已經是這樣的了 每當一件事發生的時候 官方禁令 比你記者跑得快得多 記者還未到場 十條禁令都已經過來 或者是直接打電話給你 成都公民謝進彪11日晚間 也到了校園現場 並被警方抓到派出所勾打 他說這兩天持續被關心 這兩天派出所繼續的給我打電話 問我在哪裡 也給我的朋友打電話 讓我的朋友勸我不要再去校門口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就不去了 再去就又將他們招夜了 謝進彪有些不甘心的話 我就是去校門口拍照 我都沒有出聲 就被這樣拉到派出所 還打我 這些動作 不是就會讓人質疑 你官方到底在隱瞞些什麼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傳播學系系主任 鄧建國在微博上寫下一段話 如果沒有事實 責任和權利就沒有清晰的邊界 事實是理性的根基 消滅事實必將消滅理性 帶來終極的危險 這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